第五題,小天使仍以每秒20公尺等速率前進 快到達目的地時,小天使用了4秒將汽車停下 假設煞車過程中為等加速度運動 則汽車停止時所受的摩擦力大小約為多少 那摩擦力大小公式叫做F等於MA 那我們呢,汽車跟人的總值量是1000公斤 但是我們不曉得加速度A 那麼A要怎麼做呢 A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變化 我們計時開始0的時候呢 我們的速度是每秒20公尺 那4秒的時候速度變成0 所以呢就變成4分之-20也就是-5 這個負號代表是方向的意思跟大小無關 所以我們用5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加速度呢就是5 所以算出來呢是5000 那這個單位呢是牛頓 所以呢第五題問我們說 則汽車停止時所受的摩擦力大小約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擇是A 5000牛頓